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WTT太原常规赛的最新比赛情况 在女单一场16强的比赛当中 石巡尧来自于咱们国庭的一位23岁小将 最终战胜了日本的奥运会主力选手之一的张本美和 最终以3比1的比分 踏过对手挺进了本次比赛的8强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 也让石巡尧在今天彻底火了一把 因为就在五个小时之前 他刚刚跟薛飞搭档一起战胜了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组合 在近两年之内没有怎么输过球的孙颖莎和王楚清 可以说一天之内连续将女子拼摊 两位实力派选手孙颖莎与张本美和给淘汰出局 石巡尧无疑成为了太原战最大的一个黑马 也是国庭的一个新兴代表球员 当然23岁算不上非常的年轻 但是像石巡尧这样在国庭内部极其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下 很难打出名堂来的球员还真是不少 也让很多的国外选手见识到中国队的一些非主力的 所谓的二线选手的实力究竟是怎么样的 其实每次看到有石巡尧这样的选手啊 包括范淑涵在这次太原战比赛里边的出色表现之后 大家都急不可耐的说应该多给他们比赛机会 不应该埋没他们的才华 甚至有一些极端粉丝会借此来攻击中国乒乓球队 又说中光乒乓球队有什么选人黑幕靠裙带关系 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胡扯的 在中国乒乓球队男队女队 你想要成为中国队的顶尖主力 打冠军杯大满冠这种顶级比赛 你是要靠一步一步打出来的 他不是说你一向大赛打得好了 立马就会给你机会去参加到这种比赛 一来像大满冠冠军杯这样的比赛 他对于世界排名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 二来的话呢 每个协会的人员数是也有很大的限制的 是不可能完全分配给这些运动员的 其实石熏尧这几年参加比赛的次数并不少 类似于像太原常规赛这样的比赛 他从2021年年底开始就频繁的参加比赛了 但是其实到去年年底之前 差不多是10月份之前石熏尧的单打成绩说实话是乏善可乘的 像常规赛这种级别的比赛 他的单打成绩基本上到八强就截止了 很少有能够打到半决赛 更别说去拿到冠军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成为中国队的主力选手之一的原因 因为你的硬成绩确实不太过关 不可能说你战胜了一次张本尾和 我就直接让你去参加这种冠军杯大满冠这样的顶级比赛 那是根本就不现实的 相反的话石熏尧他的双打成绩 其实在去年一直非常的稳定 基本上参加这种常规赛阶段的比赛 双打无论是跟前天一还是跟何卓家去搭档的话 都是四强保底 不过石熏尧在去年11月份开始 他的这个单打成绩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在去年的11月份 他连续拿到了两个支线赛式的冠军 不过这个支线赛式的级别 要比这种常规赛级别更低 所以石熏尧想要像他的师姐 像前天一像孙颖沙 他和他们是一波的一样 能够代表中国队去参加这样的顶级大赛的话 你是需要在这种常规赛这样的比赛里边 拿出更加让人幸福的成绩才可以 类似于像今天这样战胜张本美和的明局 必须要成为一种常态 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中国乒乓球队脱颖而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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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